學生上台領獎 展現自信笑容 政大數位傳播文化行動實驗室 與白四代關懷協會 共同舉辦民營等圖創作比賽 鼓勵民眾發揮美學素養 參與公共議題 尤其近期跨國搜尋平台和短影音串起 深受年輕朋友喜愛 專家憂心長期下來 恐怕會影響自我文化認同 看到他使用的平台 在科技上面都是境外平台 然後他接觸到的訊息就是短影音 然後我們再看美感素養的這個調查 我們發現年輕人 他們在對於台灣自己的本土文化藝術的 資訊的搜尋能力跟理解 其實是相當低落的 網路訊息快速卻缺乏管理機制 負面資訊容易造成青少兒混淆 政大教授黃文威建議 應該加強年輕朋友的美感素養 政府單位可以鼓勵文創產業 和內容產製業者提供優質影音內容 來我們台灣賺錢 然後賺了我們孩子的美感跟品味 請問他們三個平台 你在剛剛講的這些資訊的提供上 假資訊 詐騙訊息 兒少色情 甚至剛剛講可能憂鬱症等等的資訊 不當的接觸上 請問你做了什麼社會責任 在假訊息的部分 還有在個資 還有在一些智慧財產權的部分 是比較被忽略的 所以我們覺得這方面的素養教育需要加強 那我們更希望政府要重視台灣自己的文創產業 跟影音工作者的一些創意的發揮的空間 也多多鼓勵 根據政大傳播研究室所做的上網趨勢調查報告 台灣青少兒除了愛用跨國科技平台 今年IG和抖音也一均突起 甚至是超越臉書 連帶導致搜尋自己的文化資訊比例降低 善用工具會不會適得其反 可能需要更多關注 記者邱順明 太別報導